你写了一些那个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你要怎么样把所谓的你自己的制定函数 给其他人使用 不过特别注意啊 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把你的这个东西给 仅限于那个制定函数 就是方选部分 那如果是sub的话 可能有点问题啊 特别注意就是方选的部分 那比如说前面我们写了一些方选 假设我们逻辑函数里面 假设你有写了一些方选部分 在module里面 我们前面好像有做了一些方选成绩 方选部分 方选我还没 是不是还没讲 有讲了一个成绩 假设这边成绩函数跟成绩函数多重 OK 那这两个应该都讲过吧 OK 那如果你要把那个这两个函数 给别人 当他插入函数也会产生使用者制定 那你要给别人的话 当然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 如果他有学过VBA 你干脆直接给他这程式 叫他贴在模组里面 不过 假设 那是他有学过 如果没学过的话 你叫他这样做 可能不知道怎么办 OK 所以如果对方没有学过VBA 那你又要把那个很多支制定函数 直接让他的电脑也可以看得到 插入函数的时候也会出现 你所写的那些制定函数的话 那第一个你可能要注意几件事 就是第一个 你需不需要把你的什么呢 你的这个 呃 程式做保护 OK 比如说你今天写了一堆东西啦 那当然是 假设啦 这是你的智慧财产权 你不希望说别人很轻易的 打开VBA 他就看到你怎么写 而且甚至可以把你的程式复制 贴到他那边去 变成他的 或改一改 那怎么办呢 你需要保护 那怎么样保护你所写出来的东西啦 这个当然有其必要性的 那首先第一个请注意 在VBA里面 他只要每一个开启 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专案来处理 所以会有一个VBA project 那这个VBA project 这个其实就是 只要你开一个档 他就会开一个VBA project 那我这边有一个是逻辑函数的 那我要把它另存成那个XLSM 那如果说你要设密码 其实很简单的按右键 特别之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右键 然后呢 他会跳出一个叫VBA的 那个project的属性 一样在属性里面 你把它点击开来 点开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VBA的project属性 就会有一个保护 那记住你这边可以 记得先打勾 密码把它加上去 OK 加上去之后呢 你就直接按一个确定 那其实 储存不储存在这边 好像我记得是没有意义 就是不是在这边储存的 什么地方储存 那因为它是跟着ESAO档案的 所以你只要ESAO关闭的时候 存档 就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我们已经做完这个动作 然后把它关起来 再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的话呢 记得他问你要不要储存 选择4 好 把它关起来储存之后 那下一次 我们把它关起来 这个也把它关一下 关起来之后呢 那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成功 其实一样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因为当然里面有 一样把它启用好了 OK 那当然如果将来 你觉得这个启用很麻烦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可以把那个聚集 把它那个安全性关 就是那个把它设定一下 这边 不过如果你没有设定 这边要启用 按确定 VBA才能被执行 那 这边有个聚集安全性 如果说你将来下一次开启 你需要 就是VBA自动执行的话 你可以把它从 停用所有聚集 有没有 它会有事先通知这个 把它改成启用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 那这个是额外的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 VBA到底有没有保护起来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把它切进到VBA的时候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到 之前呢 如果没有保护的时候 理论上是展开的 可是如果你有保护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让你 完全是没办法看到里面的东西 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当你要点击它的时候 这个加号对 按下去 它会跳出一个什么 密码 但是如果说 对方不知道密码的话 它乱输入 按个确定 密码不正确 意思就是说 除非你知道密码 否则 你没办法改里面的VBA OK 所以当然如果你要 给人家那个争议集的时候 是比较建议的 你保护 但如果你比较大方 那就算了 如果说 你要给别人之前 那当然是还是要注意 就是说 你这个密码 一定要自己也记得密码 你不要下一次 几年 一段时间之后 连密码你都忘记的话 那也就没办法了 因为这东西也只有 即便你问我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像 当然坊间有一些 可以破解密码的那种软体 但是我之前有试过 如果是Office2003以前的版本 因为它是32位元的保护方式 其实好像一下子就破解了 但是2007以后 它因为它升级到 64还是128位元 所以那个光破解 破解好久 最后好像 好像也不行 很麻烦 所以 特别所以 当然这个也是 也是一种保护 因为你这东西 如果写了 也是算是保障 就是说 创作人的 它的那个权益 而且实际上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东西写得很好 这个当然也是 可以产生很大的价值 而且它的那个 几乎 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成本 因为它全部都是靠那个 你的 就是你里面 脑袋里面的东西写出来的 所以成本 顶多是电费 也没什么电费 其实很低的 OK 所以 当然如果你这样有这种想法 你当然也可以写这种 那打开之后的话 里面才可以看得到 好 好 这第一个 如何保护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你如果保护了之后 你要怎么样 给别人 它的电脑里面一开起来 也会有你写好的那个方权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那个 就是 几个方权 就是那个 算成绩这两个 好了 假设因为这不多 那将来如果你可以写一堆的话 插入函数 会出现那个使用者定义 好 那怎么给别人 第一个 请你把 当然第一个 你要把这个档案给他 好 那给他之后呢 你跟他讲说 你做一件事 第一个 你请你把这个档案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做一件事情 好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看 我云端上好像有 一加密 对 二 给那个使用者 Excel档案 请他另存新档 为什么 争议期 OK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如果他这个档案 你说你打开了 对不对 第二个请你把 另存新档 存成什么呢 其他格式 这边好像没有出现 有争议期 不过我们用其他格式好了 那底下会有一个 那个存档类型 请各位找到 那个争议期的 争议期的那个 那个格式 那争议期 他还有分 还有分97到2003的 那不过记得 我们就选这个 比较新的 就是2007以后的 就这一个 Excel的争议期 副档名 好像就多一个M 后面多一个M 那我们就选这个 选这个之后的话 再来呢 请他存档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把争议期存在 他的什么呢 特别知道 其实争议期 意思就是 自动帮你把 那个什么 你这个档案 放在他启动的目录 实际上就是Microsoft 有个什么 Add-ins 实际上就争议期 然后把它储存 之前好像有存一个 把它再储存 把它取代掉 OK 好 那存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 当然争议期 已经在他的电脑里面了 可是呢 还要再做一件事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 你加进去之后呢 可是你没有把它启动的话 没有启用这个争议期的话 他也不会执行 所以请他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启用 那怎么启用 记得在上方有一个 制定 有没有 这个小箭头 这个 制定这个 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一样 就是跟之前 我们开启那个 开发人员那边 很像的位置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呢 之前我们在开启 那个 就是开发人员的时候 是好像从常用 不过呢 请你往下找 这边有个争议期 争议期的地方 点击下去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个管理哦 那管理里面又分成 Excel的争议期 还是COME的争议期 这个因为我们就 Excel VBA写的 所以是Excel的争议期 请你按执行 执行之后呢 这个时候 现有的争议期 他就找到了 我刚刚的名称 是逻辑函数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请记得 你要把它在前面打勾 再按确定 这样子的话呢 他才会启用 如果他没有启用 也不会出现了 OK 那意思是说 放在争议期 他下一次只要开任何的 Excel的档案 那你的那个争议期的 那个档案 也会顺便被打开起来 然后呢 他的那个方向 也会自动在他的那个 插入这个里面 也会自动出现什么 使用者定义了 所以你可以写很多 然后请他纯层真意 启用起来 就可以了 我想这个应该是 就是分享那个 函数的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我们目前的函数 还不算太多 所以感觉不太出来 这个当然有相关的画面 请各位参考 这个云端上面的画面 试着练习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主要是教各位 第一个 如何分享那个 就是制定函数 第二个是 在分享制定函数之前 可以先把你的 这个VBA 先做个什么 这个密码保护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家两个重点 好